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毕个大世界 我是小影 我是乐乐 俗话说天冷要穿秋裤 今天我们就来到了苏州的地标建筑大秋裤这里 它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东方之门 但是因为长得更像秋裤 所以久而久之 人们就亲切地称呼它为大秋裤了 这就跟北京的大裤衩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东方之门的建造过程相当曲折 一度烂尾了十一年之久 里面包含了高档公寓 高级饭店 高端写字楼 购物中心等等是一座多功能建筑 楼高301.8米 是法国凯旋门的六位 被称为世界第一门 中国建筑最复杂的超高层建筑 它面朝金鸡湖 背靠苏州中心 地理位置相当优越 据说里面一套公寓的价钱 在1500万左右 这一个月的停车费就要1500块 对于我等普通人来说 它就只能是个网络打卡地了 住是住不起了 不过我俩可以在这拍个照片傻的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非常有趣 叫活在当下 最后微信提示一下大家 天冷记得要穿秋裤哦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点赞转发加关注 咱们下期见 再见 再见